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的一句感慨 一个请求 众所周知 在缅甸国家元首是总统温敏 但担任国务资政的昂山素季才是真正的实权人物 过去几年 缅甸政局突然变化 昂山素季走上前台 中国和缅甸的关系也一度起起伏伏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 缅甸一些政治家一度还对美国和日本抱有幻想 试图与中国保持距离 但几年过去了 情况怎么样呢 可能让西方大失所望 根据新华社报道 这次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见时 昂山素季说了这样一段话 长期以来 中国在双边和国际层面 给予缅甸宝贵理解和支持 对此 缅甸人民铭记在心 中国的支持不是出于私利 而是为了捍卫公平正义 对于像缅甸这样的小国格外弥足珍贵 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 国际公平正义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有的国家以人权 民族宗教问题为借口 粗暴干涉别国内政 但缅甸绝不接受这种施压和干涉 希望中方继续在国际场合为缅甸等中小国家主持公道 为推进缅甸国内和平进程 发挥建设性作用 尤其是这一句 希望中方继续在国际场合为缅甸等中小国家主持公道 外交无小事 昂山素季话中有话 内涵很丰富的 一 一些国家粗暴干涉别国内政 显然是指若开邦的穆斯林罗兴亚人问题 这是缅甸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如果没有中国等国主持公道 缅甸甚至早已陷入极度孤立 至于哪些国家在干涉缅甸内政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二 缅甸绝不接受这种施压和干涉 罗兴亚人问题关系缅甸的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 昂山素季不得不全力抗争 但很不幸 他也因此从被西方追捧的民主斗士 到如今各种西方奖项被剥夺 但他仍不为人言 亲自上国际法庭为缅甸抗辩 三 最关键是这句请求 希望中方继续在国际场合为缅甸等中小国家主持公道 缅甸需要中国 希望中国主持公道 而且昂山素季还很感慨地扩大了一下范围 中国你不仅仅要为我们缅甸主持公道 还要为我们这样的中小国家都主持公道 显然在昂山素季眼中 当前最指望得上 最靠得住的国家只有中国 而且 这不仅仅是缅甸一个国家的感受 在他看来 这也是其他中小国家的共同感受 所以 希望中国继续为这些国家主持公道 昂山素季这样请求了 中方怎么回应呢 根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领导人说了这样一句话 中方将继续在国际上为缅甸仗义直言 支持缅甸维护国家尊严和正当权益 关键词 仗义直言 国家尊严 正当权益 缅甸请放心 我们肯定仗义直言 帮助你维护国家尊严和正当权益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就是要为弱小国家挺身而出 仗义直言 不得不说 昂山素季的这个请求 也预示着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 中国的角色 中国的形象 中国的软实力 最近几年变化巨大 所以昂山素季感触良多 郑重提出了这个请求 更显得意味深长 对于中国而言 东南亚地区有着特殊的意义 尤其是缅甸更是意义非凡 缅甸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在梦中应免经济走廊建设中 有着先天优势和独特的重要性 因此 中国近年在缅甸策划了 三个关键的重大工程项目 分别是 一 中缅天然气油气管道工程 中缅合作密松水电站项目 中缅铁路项目 以我国昆明为起点 中缅为缅甸最大城市仰光 支线中缅为缅甸的脚漂港 中国西南地区的贸易 可以绕开马六甲海峡 直接进入印度洋 到达中东和非洲地区 中国西南部缺乏出海口的弊端将迎刃而解 中国将同时拥有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出海口 获得更大的优势 国家安全进一步得到保障 云南将由中国的边陲地区 变成通往东南亚南亚的桥头堡 由原来的交通末梢变成枢纽中心 中国到柬埔寨铁路也在计划中 这两条铁路配合上一带一路 东西方向的铁路的构建 组成了中国串联东南亚的铁路网 中国西南地区通过柬埔寨的港口 实现更快出海 从新疆喀什直达巴基斯坦瓜达尔港 再和伊朗相连 这条通道尽管处于恐怖主义威胁之中 但是对中巴两国经济也有重大作用 尤其是解决中国西北内陆的外贸通道 有很高的价值 中国还在推进中国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建设 中国在中亚方向上 可以获得便捷的贸易通道 甚至还可以继续延伸到伊朗 直接获得中东石油 以上四条铁路线的规划和建成 意味着中国彻底摆脱美国的海权威胁 实现祖国统一 顺理成章摆上了日程 几条铁路串联的地区 以及辐射的资源 完全可以使中国与沿途国家 建立完善的独立运行的经济合作共同体 摆脱欧美的制约 18日 外交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共和国联合声明 在此次中缅联合声明第九条中写道 中方坚定支持缅甸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坚定支持缅甸在国际舞台维护正当权益和国家尊严 坚定支持缅甸维护发展稳定大局的努力 缅甫重申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认为台湾西藏新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 支持中方处理台湾涉藏涉疆问题的举措 这是民进党赢得选举 蔡英文获得连任后 中国外交部首次发布的国际性外交文件 在涉及台湾问题上清晰明确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自大选结束后 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趁赢得此次选举 在岛内掀起了一股强劲的鼓吹台独妖风 中国与缅甸18日签署联合声明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达严正抗议 并对此贬损中华民国台湾国家主权的不实表述予以谴责 台湾所谓的外交部严正重申 台湾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当然更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15日BBC播出了一段对蔡英文的专访 在该专访中蔡英文叫嚣 中国必须重新考虑对台湾的强硬立场 我们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台湾与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入侵台湾对中国而言将付出巨大的代价云云 大肆渲染战争的可能性 此番出格言论引发国际媒体广泛关注 新加坡联合早报甚至刊文称 蔡英文吹响了求战号角 针对此次访谈 马小光16日回应称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妄图挑战这铁一般的事实 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落得身败名裂 他警告民进党当局领导人 不要自我膨胀误判形势 进一步制造台海紧张动荡 把台湾带向危险的境地 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坚如磐石 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 从中国分裂出去 他说 中缅联合声明中 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 算是对蔡英文及其当局 选后挑衅大陆的第一步回击 同样是在1月15日 蔡英文当局做出了新的挑衅之举 签署并公布反渗透法 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恶法 它钳制台湾同胞的自由意志 剥夺台湾同胞进行两岸交流的权利 但马小光表示 这个恶法或许能危害一时 但它阻挡不了两岸同胞要交流 要合作 要发展的人心和大事 大事这个词 发言人当天在发布会上说了三遍 除了表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 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之外 还有就是在答最后一个问题时强调 我们看问题要看大势 台湾地区的一两次选举不会决定未来 那么决定未来的是什么 马小光指出 从根本上说 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 这些表态也显示出大陆有足够信心和能力 战胜风险挑战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 关于武统的话题也出现在这次发布会上 有记者指出 蔡英文胜选之后 大陆互联网上主张武力统一台湾的声音迅速升高 并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马小光则反问 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应该严肃思考一下 为什么近些年来 大陆民间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武统声音 接着他继续回应称 这是被他们的倒行逆施逼出来的 他们应该认真思考 到底要把台湾和两岸关系带向何方 事实上 这也是台媒近日在思考和担忧的重要问题 台湾联合新闻网15日喊话蔡英文 要求当局必须更改过去一贯对北京的政策与态度 以便降低战争风险 文章称 两岸交往是否能离开深水区 还要看台北方面怎么形塑未来四年的两岸政策 有专家指出 台湾目前的政治制度正在丧失合法性和正当性 决定一个政治制度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最根本因素 还是经济发展 任何制度设计出来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而台湾政治制度的危机则主要体现在选民的日益烦躁和日益极端上 今天台湾的政治人物大概除了借债搞补贴引证止渴外 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 导致选举本身所具有的提醒政治人物改进和纠错的功能消失 反分裂国家法第二条写明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 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写明 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 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 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此次中缅联合公报再次明确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意味着大陆反对台独实现国家统一的决心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